今天的心情是相成为的 今天是我职业体验的最后一天 和我喜爱的狗狗们 一起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跟随吴奇老师 加入到治疗犬公益项目的志愿者队伍中 为养老院的老人们服务 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的下午 当我了解到很多治疗犬 曾经都是被遗弃的狗狗屎 而原来小小的善意 就可以让这群老人如此开心 我被深深触动 希望我们都能够善待身边的生命 未来有更多人 能加入到治疗犬的公益项目中 用欢笑慰藉心灵 用生命影响生命 与此同时 短短六天的职业体验 在今天就要画上一个句号 这六天的职业体验对我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它让我在短时间里走进六段 截然不同的生活 如同体验了六段 与众不同又各自精彩的人生 对我来说 最大的收获 就是发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好像并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原来 只需多一点主动 多一份勇气 有时一颗小小的帮帮糖 在我们之间传递 就能够让我们的心变得更近 这之后呢 我们终究还是会回到 自己原本的轨迹上 对于未来的人生选择 我依然是 既充满憧憬 又伴随 些许忐忑 如果可以给别人带去快乐和温暖 那我觉得这个职业 对我来说就是有意义的